嗨 大家好 我是Ben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男生串搭是古巴鏈 就是我身上的古巴鏈 那古巴鏈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它由來不是來源於古巴 它好像是來源於美國的一個 忘記什麼地方了 反正來源美國這樣子 然後後來因為一些嘻哈的元素 然後慢慢慢慢的就是流行到現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種嘻哈唱歌的節目 或是嘻哈的藝人 不管是美國還是台灣 他們很強都是帶古巴鏈 然後古巴鏈有個特色 就是它鏈條的形式 然後跟那個寬度都是很寬的 那我們今天會介紹的是大概最寬是一公分左右 然後最小是大概三公分左右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第一款這個是金色的古巴鏈 那我剛才有講嘛 它的鏈頭形式大概是這樣子 一層一層 然後這一款它的 它是一公分的 就是1cm然後10mm的意思 一公分 然後這個尺寸算正常啦 然後當然你還看過那種更寬的 然後這個算正常型的古巴鏈 然後它是金色的 然後等一下帶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整條它都不會有墜子 然後你說這種金色會不會氧化 它時間久了會慢慢變淡 但它不至於氧化 因為它也是那個 白鋼材質 然後鏡頭可以往上帶一下 那像我身上這條也是古巴鏈 然後它尺寸大概是6mm左右 就是0.6公分 然後比剛才金色那條還要小 那我拖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細節 那古巴鏈有時候會找不到它的 解開的地方 然後你說稍微繞一下脖子就可以看到了 那我帶一下金色的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帶法很簡單啊 你就直接把它打開 然後瞎頭帶進去 但如果你的古巴鏈尺寸夠長啊 你就會直接套頭 這樣子 很明顯比剛才那條寬一點點 然後這是金色的 那這一條就是我剛剛帶的 它是銀色的 然後你看它的 做法也是一層一層 剛才跟那個金色的 做法是一樣的 這種弓法我們都可以叫做古巴鏈 它都是沒有太多的 設計 就是很 素面這樣子 那接著是 它的 銀色款 像我身上是金色嘛 那這是銀色款 那這寬度啊 我覺得是 正常啦 然後瞎扣給大家看一下 鏡頭可能 應該是看得到 瞎扣就是長這樣子 很簡單的一個扣頭而已 所以你喜歡 你喜歡素素的啊 就可以選這種古巴鏈 那我一樣帶給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套頭 像我這樣 我看一下喔 是優點 算可以啦 因為我頭 我頭是正常人的頭尾嘛 這樣套下去還可以 戴起來就是這樣子 然後 它的 長度差不多在 胸口左右 但我看過很多那種 戴很長的啊 你也可以去選那種很長的 這個 這條一樣它是差不多一公分 那接著呢 我們來 介紹比較細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走那種嘻哈路線 或是唱 或是 或是搖那個唱 說唱路線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種比較細的 然後它 但如果你喜歡古巴鏈這種設計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這條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比較 它大概只有3 0.3公分 然後設計 就是古巴鏈的 模式 那我一樣帶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一樣看可不可以套頭 像這款就可能我套進去有點卡 就可能不適合套頭 那我一樣用 把蝦 蝦扣打開 我發現它就明顯比較細一點 這個就適合我覺得所有人都可以戴了 因為它沒有 太粗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像 像 我剛剛帶那些啊 有些太粗 我可能風格不適合我 我就不會去 我就不會去帶它 那接著呢 最後我們就 除了古巴鏈以外 另外介紹兩款鏈 鏈型給大家認識一下 第一款這個是麻花鏈 那為什麼叫麻花鏈呢 因為它有沒有發現它一層一層 像 你有沒有吃過那個 餅乾叫麻花卷 一層一層的 然後它也是算粗的 它大概 我目測了大概有0.8公分左右 所以這種鏈型也蠻流行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古巴鏈 你可以選這種 那另外一種 這個 這個鏈子的材質也是鋼的 那它有 度一層 應該是說有上一層那個 硫化的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它 它好像有點 黑黑的 對 它就是有上一個 特殊的材質 這樣子 給大家比對一下 鏡頭可能沒有到這麼明顯 大家就是一個 這個是有流化後的材質 所以它 有點黑黑的 然後這個是沒有的 然後它的設計 也不是古巴鏈的設計 它就是一般的 鏈子這樣 然後只是比較粗 這個大概也有 0.6公分左右 然後我一樣帶給大家 稍微看一下 就如果不是古巴鏈 帶起來會是怎樣 帶起來都差不多這樣 我這次選的鏈子啊 它的尺寸都是在 我胸口的位置 差不多60公分左右 然後適合 我覺得適合大部分的人 因為這個位置 差不多 那如果你要更短 就是緊練嘛 那更長 就是可能到 胸口以下 那可能看個人的需求 這樣子 然後最後啊 它的材質都是白鋼 那白鋼的特性 就是抗氧化 然後 比較不會過敏 然後 流汗啊 都可以 如果你洗澡帶著 這個也是可以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還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留言給我 就這樣子喔 掰掰